兄弟们这把大转的绝阵那是太爽了 这里我刚从1号点过来就看到了三条野生六套火电信过来了 ok啊 都是在预料之中的 依旧是等他们过马路咱们再动枪 这里两个都打残了 咱们直接上 好了 拿下一对了 附近都是复合点 咱们得小心点 现在没过来 让我先看掉了什么 这个掉了一个6包可以可以刚好去个背包 另外一个掉了一件6甲 最后一个也是掉了一件6甲 给完包之后去后面看了一下有没有人 没想到前面就有人过去了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队友应该也在附近 咱们先过去 因为左边有人拿着先给他补掉 这好像很卡的样子 咱们直接忙他 好了 这队就两个人 过时点那边还有枪声 把这那回上咱们再过去 这里过来之后 我把他一个瓢的队友打了 现在就剩他一个了 这人太狡猾了 丢了一个火就自己跑了 里面有火咱们就不等了 咱们直接从围墙要过去 拼脚步他已经跑围墙外面去了 不过他就一个人咱们没必要耸贼 满他 等了半天他队友也不过来 估计是被吓跑了 这个人掉了一个六包和六头 兄弟们人气套装木乃一七月五号反场了 港服新赛季快开始了 却又期需要客金的兄弟们可以试试散客 这里我来到辐射之后 也是看到里面有一对六套的舔包 直接投一一颗索雷 ok啊 也是被发现 咱们直接跑 因为他们人太多 我只能跟他们拉开距离再打了 他们也是追了我一路 现在也是非常消账都满过来了 笑死我了 这个人 这种突击就来凑数的 隔壁楼上跑上去了一个 最挺脚不刚打 我那个也过来的 没办法 没雷了 咱们先换位置 先换位置 这么嚣张 是吧 必须给他打了 让我先看有没有投资物 我去这么肥 两件刚溜一个六头 旁边这个又是一件六甲的一个六头 前面那个人也是要到侧边去了 咱们结果去等他 笑死我了 这个人还滑不出来了 还想跑 是吧 直接追 肯定是想打 咱们不给机会追上 老爷瓢瓢瓢 又来凑数了 盒子太多 就不宜展示了 因为太肥了 根本结不完 最后这把杀了一万个人 赚了一个亿 你们觉得怎么样